当年一部《伪装者》让我们认识了名家三兄弟和敢作敢为的大姐 这部剧也成为当时备受好评的谍战片 也因此成为谍战片中鲜少有讨论的电视剧 而在这部剧播完之后就传出了要拍《伪装者2》的消息 同样是山影出品 给剧质量上的保障 不过这部剧翻拍其实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一个就是换人的问题 名家三兄弟成为大家心目中的无可替代 因此第一部的观众 很多人都是拒绝看第二部的 另一个则是故事线的发展 到底是接着拍名家故事 能还是重新开启新的剧情呢 同样很纠结 特别是《狼牙榜》和《狼牙榜2》不一样的收拾 也在说明拍第二部风险非常大 最近《伪装者2》的海报已经出来了 这个海报设计的也挺有感觉的 海报上方巨大的冷漠脸 而目光注视之下一个人提着行李箱在奔跑 整个海报就已经传递出一种紧张的氛围 让人不禁开始猜想 那就是奔跑的人是谁 这个冷漠注视的人是板派 还是幕后谍战人员呢 是不是瞬间有了想要了解一下的冲动呢 不过在《伪装者2》拍的时候 虽然传出了拍的意思 但是却并没有官宣到底是哪些明星 会参加《伪装者2》的拍摄 之前参演人员也一直都是保密的 直到这个海报放出来 才终于有了那么一点可以猜想的影子了 从海报中 你们可以看出谁参演了《伪装者2》吗 首先就是海报上巨大的人脸 其实小编是觉得非常眼熟的 有点像朱亚文又有点像徐亚军 而这两位演反派都是可以演出精髓的那一种 所以无论是哪一个 小编都觉得这个选角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特别是如果是许亚军的话 想想他在人民的名义里的表现 完全可以期待 一下他在这部剧里的发挥的 之前一直都没有他会出演《伪装者2》的消息 如今真的参演绝对是精细级别的 而看海报上奔跑的人 有人说这个人就是主角 看起来很像陈晓 无论是发型还是脸型 感觉确实都挺相似的 陈晓如果真的参演这部剧的话 作为男主演技 还有颜值自然没得说 只是期待他在和老戏骨对戏的时候 可以带来更大的惊喜 有人也爆料 说《伪装者2》的女主 很有可能会是与飞红主演 这位极优雅和美丽于一身的女星 当然女主真的完全没问题 其实大家抗拒第二部 主要还是担心剧拍烂 那么第一部的好印象都毁了 如果认真拍